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在这里要多谢昨晚带电话上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上留言的网友 日前政研室公布了这个政策研究的报告 就是预计本欧到2025年 人口总数要大约为75万人 这个人口胜在列是面对了这个压力 出生路是追不上人口的更体 在土地资源不足澳门 政府应该如何做到未来的人口政策的规划呢 所以今天我们都会来讨论一下 人口政策未来如何推划 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劉本勒先生 劉志愿你好 你好 我们邀请到 政策研究室顾问高级技术员 联顺心先生 联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还邀请到 政策研究室顾问高级技术员 阮建中先生 联先生你好 我们很欢迎市民朋友 打电话上来和我们讨论 或者发表你的意见 电话号码是 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燕光网这个网址 加入我们的网上交流 好了 首先我们都是想问一下 我身边的劉主任 我们看到这个人口政策的报告 是捨得非常之上线有百多月的 那这个报告是用了多少时间 以及是经历了多少个调研的工作 才有得这个报告的结果呢 杨准史各位观众 大家好 首先很多谢联花卫视给我们 这个机会 就跟大家讲一下 澳门人口政策研究报告的有关情况 以及也有机会和各位观众 作互动交流 正如刚才的杨准史说 我们这个报告 经过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研究过程 由2011年年中开始 经过大概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 我们就为做人口的政策框架 咨询做一些前期准备 第二阶段 就主要做一个咨询文本的撰写 第三阶段 主要是进行一个咨询的意见分析 以及做一个意见会篇 第四阶段 主要是针对一些 我们在咨询过程之中 里面一些难点的问题 进行一个专项的深入的研究 另外第五阶段 主要是在今年上半年开始做 根据我们整个澳门经济 进入了新常态 加上在定位上的国家 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讲法 例如一带一路等等 在数据上的一些调整 这个工作都是比较复杂的 最后我们就在上个月 7月底 第六阶段 就公布了整份的综合报告 五计附陆来说 都超过五万五千字的 好 多谢刘主任的介绍 再问一下中间的阳心 这个是我们澳门资源区法 在以后的十年中 如果有增加人口11万的话 你觉得是不是 现在有足够的承担和配套力 多谢主持 在这里首先说一说 人口承载力的概念 在报告上 我们也有说到 人口承载力 就是以澳门人口为主体 资源 环境 土地 经济为客体 综合承载的能力 从人口承载力的角度来看 就是审视人口的增长 和社会环境的互相关系 就是要将人口的问题 和经济的发展 土地资源 教育 医疗 交通 环境保护 社会保障 以综合来考虑 简单来说 就是人口承载力 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 当然我们都很明白到 我们生活在澳门 都感受到人口的承载力 对澳门来说 是一个很重大的话题 有限于此 好像刚才林主任所说的 我们对这些重点问题 我们都委托了一些专业机构 和我们一起去研究 是从社会 经济 资源 和成事规划等不同的角度去做研究 那么我们就看回 整个人口承载力 现在我们是比较 比较紧张一点 但是还是有一定承载力的 而至于未来 我们和很多专家 学者都这么认为 承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 会不会随着基础建设 公交网络 专业设施的完善呢 那承载力就能提升 另外呢 具体到澳门来说 新城田海的 随着新城田海的发展 会为澳门人口增长 扩大城市的容量 会增加的 另外呢 我们就强调要通关便利化 分流一些外固 去到邻近地区 减少他们在本澳的住房的需求 另外呢 就是 现在呢 国家正在研究中 启动澳门特别行政区 习惯水泉的研究工作 这里也有助澳门的发展空间 另外就是 现在政府也提出 以都市更新的概念 来推进那个旧市区重整计划 同时呢 就城市规划 和世华的规划 已经进行这样 这些都是有利于 整个澳门成在力的提高 麻烦 麻烦 袁先生 想问一下联心 那在那个人才培养 和提升人口质数方面呢 这个报告中 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多谢主持人 其实 大家都过去一段时间都知道了 其实整个人才的储备 是直接决定 我们澳门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的 在这一次的人口政策里面呢 我们是以人口政策作为一条很重要的一个政策主线来的 整体来讲呢 就关注到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两大章节 我们其实教育和人才培养呢 总的原则呢 都是希望提供一些优质的培训 和学习机会 总的原则是希望澳门人能够人进其才 主要在三个方面呢 去开展这个人才培养的 第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 加大这个精英人才 应用人才 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的 那当中一个重点呢 我们是建议政府呢 是一个定期开展一个人才需求的调研 那 还有一方面就是 我们都要有一个自己的人才资料库 其实 人才博发展委员会呢 已经是由一个初步的建成 一个人才资料库 但是我们觉得将来这个可能要是 不断托宽和托展的 那在第二方面 其实就是 也是世界趋势 就是说一个人才回流的政策 我们也是会建议的 那 那据一些手头上的资料呢 我们都知道有 接近十万的澳门人 是在外地常居的 那这里里面呢 其实有不少的 是有 既有国际视野 又熟悉澳门的人才 那所以我们建议呢 是要有一个充分 从一个释放本土浓动力 善用本土浓动力的角度呢 是尽量是 向这些外边的澳门人 挖掘他们 鼓励他们回流 那第三方面 就是 都是一个 国际的惯常做法 就是说 在保障本土人的权益底下呢 我们针了一些澳门 短期没有办法培养的人士 而人才呢 是作为一个 補充的政策的 所以结合这三方面呢 我们希望可以在 就是提升人口素质啊 扩大澳门本地人才 的处备方面呢 是有一个 就是将来会有一个 成效在那儿的 多谢你 明白 好了多谢 年生的产素 那我们现在 听听家庭观众 有什么意见先 现在有史生在先 史生你好 喂 你好史生 听不听到 史生 你好 听不听到 是的 听到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各位嘉宾 大家晚上好 我是澳门中華新青年协会的理事 我叫吴文杰 那其实人口承载力这个问题呢 一直都被受着这个社会的关注 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口组成呢 其实呢 一定会作出相应的变化 所以呢 社会整体呢 是不是能够朝着一个 可以持续发展的方向去发展呢 对人口这个成绩呢 应该是至关重要的 那我想 对于一个80后的年青人来说呢 除了这个社会的环境 是不是一个移居移婚移育的环境之外呢 对于自身的一些生涯规划呢 其实都是十分重要的 无论一个年青人 他们毕业出来是选择就业还是创业 做好专业认证呢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环 那因为 因为现在环境创业局已经开始运行了 那对一些高新科技的产业的开发呢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那尤其呢 可以预见到呢 未来澳门对高新科技的人才需求呢 会是十分恩切的 澳门现在的一些大专院后呢 对一些高新科技可能还是处于一些起步的阶段 可能一些有志投身高新科技的一些学生来说呢 他们需要去外地升学 但是为了避免他们学成归来之后呢 由于两地的政策啦 文化啦 环境等等的差异啦 导致他们回来之后 可能未必得到这个专业的认证 未必能够投身高新科技的产业这样 那所以呢 政府呢 应该做好一个专业的认证的 那同样是专业认证呢 对一个选择就业的年轻人来说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啦 那这样 一些 譬如是一些医学类的一些专业呢 那就肯定是需要前往去外地升学的 那我都认识一些朋友 可能都是在外地升学一些医学的专业回来 那由于都是两地文化啊 环境等等的差异啦 他们可能回来呢 就未必从事这个医疗相关的专业 那他们已经是读了四或者五年的大学的了 那我觉得是他们读完回来之后呢 做不回这个相应他们自己的专业呢 其实对于一个人才来说呢 都是一个非常之可惜 非常之浪费的地方 那所以我都是在一个连车来说 我希望政府能够把口关做好这个专业认证这一环 好 多谢吴生 因为刚才我们在书生的电话上面呢 可能是断了线了 所以现在是那个 我们之前的微信是 深千奇的理事吴文杰先生 多谢吴生和我们念线了 多谢了 那现在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现在要李小姐在线 李小姐你好 喂 喂 你好 李小姐请说 我都很久没打过来了 我都想说一说 就是关于澳门的人口和就业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澳门呢 澳门地方就是这么多 我觉得 尤其是现在呢 你看到中官现在你调查澳门人口的 学息啊 学历啊 普遍都不高的 我们主要就是家团移民全聚多 还有再加上呢 你不要说吸引外地人啦 你连本地人的人才都不想留在那裡 主要就是什么 给什么来搞到这么死呢 物价高 楼价高 因为我身边不少子侄 他本来都是人才来的 见到 因为他 好老实说 他真的没有父母 家当分了 那他回到来 见到这样 他又不想做房奴 他又不想见到那些空气的交通这么低筆 结果而本地的人才都要放弃回来 那要怎么吸引呢 如果你想吸引人才回来的话 他说呢 首先要搞好澳门的交通啊 空气啊 煮屋啊 例如我最近去台北 台南 吃东西 我吃一个很多很多东西的餐 都是40元而已 有虾有蛋有汤有成 我将这60元我都吃不了 所以他说你怎么能留到人才 他说说 说到人才 我最近我跟刘半立先生都聊过 私底下都聊过 我举个例 我的侄回来 做了两年 两年经验是资讯的 去现在 你现在是说想起超高楼高的码头那里 去年年尾认证 他开个假 他问他想要多少钱 慢慢的 真的不是多 有两年经验资讯 好了 那对方说我比不起这么高 结果他又不请他 所以我不断见到他 是卖报纸请人的 所以说 其实澳门人缺乏人材的话 他是想要那些又便宜又漂亮的 你愿意拿外奴的价钱 那他就请你 那就知道 问题是我们不是外奴 我们澳门要养妻活儿的 要供楼的 所以说 刘宏林先生 他说要拿平衡 其实一眼针 没有两头利 因为过去十几年的回归之后 你一直都是欺牲大多数普罗市民的利益 你造就少部分的权贵的利益 现在是时候 我希望中原办听到 是时候召转的方针 当一眼针没有两头利的时候 风水都能不能转转 是不是 还有就是说 方针应该偏重我们 偏重普罗百姓的方针 才是对的 因为我们已经牺牲了十几年了 你们推到楼价这么高 但是我希望中原办应该关注 我知道的 我们的特首我们的权贵 什么都不怕 只是怕中央 我现在是说的 希望中原办关注一下 我们普罗百姓的痛苦 是因为你们的官员是他 商员是他 同一个人 同一个体 结果他制定的法律 他是依法拿着素 知道吗 不是依法贪腐 依法拿着素 全部都是依法来做事的 那个法律是否计定的 是否计定做的 所以我们的市民根本没得得 所以我希望中原办 重新和我们特首讲一讲 是应该依法 是依法 是依合乎民情 民意的法律 不是依你独立的 你独立的法律 你好像原码头 或者B区 为什么你要开这个法例 给他建超高楼呢 就是为部署后来的还地债 他先开了一条法例 给你超高楼原案 然后将来他还地债 就可以在这里建 因为这个一连串的举动 给我想起了06年 何口华 先废了新田海局的限高 接着就建了湖畔 海船门 于是乎我 我也听到那里的 李小姐 多谢你今天的电话 因为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面还有观众等 你的意见 我们已经听到了 下面有树生在线 现在是树生 喂 师生 喂 你好 师生 喂 师生 你好 喂 师生 你好 是 是 是 到你了 现在请讲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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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人 小珍 你好 是 是 我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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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本日主任 办公室主任 那这样我们就 是 听到 听到 是 我们想就 老实讲一句 就是挑灵子女 是 是 是 冉生 你是不是开了电视机 麻烦你 去关心电视 因为电视是比较延迟的 那我们现场通话就已经可以了 好的 那多谢 多謝龜小姐,劉本立辦公室主任,演建宗博士,阿蓮博士 人口政策,2012年在青州方會做了下區資訊,我們作為一個家長,滅壽位專家長會,反映了一些意見,在人口政策報告第一百一十七月,都寄了下去 澳門移入人口的政策,都寄了下去,都說建議移入人口的話,可以跟我們澳門居民對地兒子優先關牌解決下來 就這個問題,這個文本,那個人口政策報告寄了下去,我覺得很感謝,那個人口政策辦公室那邊,所有工作人員的工作,所做的努力和多方面的 我們都肯定,還有很多,就這個問題呢,說老實的,我們澳門居民對地兒子女,那個挑釁兒子女,說得逐點的就是,都運用了十幾年了 在這個時候會造成一個矛盾,和那個衝擊,都多年來,五一就簡直遊行的了,很多方面呢,都向有關的官員,社田,議員 多方面的澳門的知名人士,都去求助和反映了那些問題呢,都得到一些的諒解和那個支持 都樂意呢,都在一件,有一天都能夠解決好那個超齡子女的事情 就是現在適逢這個人口政策報告呢,又出去呢,就是資訊啦,聽到那個民意啦,那個問題呢,我們想反映一個問題呢,希望能夠,直至那個人口政策的報告 發展澳門的人口,和社會上的發展需要的情況下呢,人力之年又緊結了,是不是可以 儘快呢,解決到那幫超齡子女,能夠下來照顧我們澳門那幫老居民呢,在那裡已經有很多真是,身邊的子女都沒有的 有些一個子女都在那裡,或者因什麼情況下,又離去了澳門,變成呢,他就是,形成到那個時候會呢,老人家呢,那個問題呢,有很,很大的困難在那裡 早日那8月12號呢,行政長官呢,在那個立法會也都提到,澳門的老人家呢,是澳門時候會的資源來的,的除坦來的,也都很關會到我們澳門那幫老人家,以前在澳門所做的努力 所以要我們澳門居民呢,要有個,在一個和諧的社會,一個習慣的生活,一個有尖延性的生活呢,在澳門繼續生活下去 真是,說那番話,我們都想得呢,真是很多謝,行政長官有那個,那個心在那裡,關會到我們澳門居民的新問題 多謝施先生你的電話啦,你的意見我已經聽到了啦,現在時間差不多,我們先去看看天氣預告,回來給嘉賓回應一下 好了,回到我們現場啦,現在呢,我們先和VTRAIN的視頻嘉賓,連線先啦 他是澳門社會保障學會的理事長,陳建森博士 你好陳博士,Hello Hello,大家好 你好,你好 我們今天探討這個人口政策方面的問題,你有些什麼意見呢 是,有看過那份報告啦,其實都寫得很詳細,都是說政策一環,拒一環這樣啦 反而我是想問一下,譬如說之前譚詩,她也有提到,就是說,會不會透過環環去做一些尊養的事 因為,我又會覺得是說,區域合作未來都好像一個大趨勢 又不知道,譬如說人口政策,未來會不會都會朝著一個區域合作作為一個考慮呢 好,我想再提到一個問題 好,多謝陳博士,好了,那現在呢,都是給我們哪位回應一下之前,那幾個觀眾提及到,或者是先請連心 是因為提到那些人才方面的問題,請你回應一下,好嗎 多謝,講到台北聽眾的提問,那其實就,他們是提到一個專業認證的問題 其實也是我們人才培養章節考慮到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其實我們在比較研究當中,都發現了專業認證呢 是一個,隨著一個全球分工,越來越細化,越來越專業 是一個提升競爭力的重要保障 而我們澳門情況,是非常之,處於一個起步發展階段 我們認為,建立專業認證制度,就是推動澳門經濟息度多元 和促進澳門社會流動,和提升居民綜合競爭力的重要途徑 那特區政府,你看到,過去一直以來,都是多個不同的行業 都開展這個認證的工作的,根據《基本法》呢 專業認證的資格,班首的主體,是屬於政府的 所以特區政府對這項工作,是非常之重視 也將這項工作,立入了人才培養場校機制 那最近的一些進展,就好像是,譬如說是 都市建築城市規劃的方面的一些資格措施,資格制度已經實施了 那接下來,就會在醫療人員那裏,有一些專業認證制度會諮詢 那還有,會是社會工作,社工的註冊制度 也會在下半年,會進入立法程序 那總的趨勢來講,我們認為,就是專業認證制度 是可以讓我們的,對於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年 青少年的人才,可以朝著自己的一個專業目標 通過一個專業的培訓,一步一步地向上流動 那我覺得,認為專業認證,本身就是 對青少年人才發展,是非常重要 我們也希望,青少年人才很重視 和珍惜,就是特區政府建立的專業認證制度 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多謝 院生呢,回應一下之前,觀眾提及到那個 有一個什麼超齡之類方面的問題 好,其實呢 超齡之類的問題,就是我們在人口政策 諮詢的時候,我們都收到社會上的一些意見 我們呢,就把這些意見都寫了進去 那個人口政策諮詢的意見回編讀的 那相關的意見,在我們的人口政策 那個研究報告,即這份研究報告裡面 都作為一個附錄,附錄了下去的 其實是應該給社會大眾有個參考的 那麼,舉得到超齡之類尼奧的問題 尼奧那裏呢,我想就 相關部門呢,都是按法律法規 按現在的程序去處理的 那我相信都是會朝著這個方向 謝謝 那劉主任可否回應一下之前的陳博士提及的問題 是的 剛才社會保障學會,理事長阿陳教授所說到的 他其實就都說到,因為我們整份報告裡面 我們將那個關愛長者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面 主要就是由於呢,澳門在未來呢,會有一個 不單是老齡化社會 去到2025年呢,已經進入到老齡社會了 那麼,我們呢,其實都很希望呢,透過我們一個 長效的機制,社會保障機制 使得呢,我們的長者,老有所依,老有所養 甚至呢,讓長者的晚年呢,是能夠活出 豐盛的,精彩的晚年 那麼,要老得健康 那麼,所以來講,我們經過我們在一個研究報告 你都講到呢,就是說 我們一方面是很鼓勵 就是專勞敬勞,家居安勞 那麼,這個呢,也都提出了一些 政策的一些建議的 就是希望能夠加強在這方面的支援 不單止只是軟舍的問題 甚至是一些 護理人員,各方面 家居的支援的服務人員 這方面都可能要加強 那麼,至於呢,陳教授所提到的 在區域合作上,其實我們都有考慮到的 就是說,可不可以透過區域合作裡面 將,因為 始終有一部分的長者 他可能,叫做樂業歸根 那麼,可能願意回去鄉下 或者是在鄰近地方 去安道晚年 那麼,我想在這方面 我們都有留意到最近的 我們全國政協 也都提出了一些建議向國家 那麼,也都得到一些回應 那麼,我想 就是,應該在未來呢 在元澳合作裡面呢 這個,這個都是可以立日在 商討的範圍裡面 如果主要大家那個 特別在養老裡面 最重要就是一些 醫療的服務 和這個 去一些養老金的 這方面 是否可以 異地都可以領取 這些已經在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想呢 這個陳教授的意見都很好的 特別是他提到的橫琴來講 如果是能夠 就是,我們過去的 譚思想也都提及到 那這方面 我相信呢 其實我是很明白到 凡是一切 有利於我們澳門居民的 福祉的事情 我相信 不單是我們特區政府願意做 我想 那廣東省政府這方面 都可能很願意和我們配合 好,多謝 好了,我們現在聽聽家庭觀眾有什麼意見 現在要寧生在線 寧生,你好 來主任,主持人,各位嘉賓 你好 有關那個人口政策方面 其實我有一點點個人見解 因為其實 講到澳門的人口政策 我覺得應該應該 相對應該比較淺添性一點點 那以往呢 其實澳門 從來都沒有相關的一個課題 去研究究竟澳門 五到十年 或者再遠一點 十到二十年的 將來的發展 所需要的配套設施是怎樣的 所以現在去定定一個新的政策 我覺得是有必要和有需要的 但是我覺得呢 人口政策的定定 其實都要和一些相關的社會配套設施 包括一些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 要相提並論的 當然也離不開 所有傳統居民的一些住屋和交通的規劃 或者問題相當之廣闊 或者單純從交通方面 大家去探討一下 其實澳門的交通 其實看到現在已經是超負荷的 不單止現在我要規劃 其實現在要解決的 很幸運 我們能夠有一個輕軌 就已經籌惑當中了 但問題究竟是到什麼時候可以落實呢 我想都需要一段時間的 但是我現在看回 當然我們還有時間去做一個輕軌 作為一個城市的主要大量運輸工具之一 但是我現在看回 其實澳門在這方面的支持一些政策 又沒有的 包括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輕軌 我相信將來都會變成澳門一個非常大的產業 包括一個將來的維修保養 或者持續發展來說 其實我們是需要一些相關的 對這方面有知識 有認識的專業人士 但是我看到澳門好像 包括澳門的大學方面 其實在這方面的人才培訓來說 好像是一些空白 所以其實是不是這個時候我們去研究一下 怎樣去把澳門的特別一些這麼大這麼重要的行業 或者一些輕軌的交通行業 可以持續發展 怎樣去令到它可以配合澳門整體的人口 因為澳門我覺得澳門人不一定要駕巴士或者駕的士 其實未來的方向是否可以向一些比較專業性一些的 一些鐵路方面去發展呢 因為其實現在國家都發展著一個叫做鐵路外交或者鐵路經濟來說 其實如果在這方面 如果我們能夠全戰性 在現在開始啟動一個培訓也好 或者一個課程也好 將一些相關的人士 我們將它儲備 將它儲蓄 當興貴落成之後 我們可以將這個行業 變成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一個澳門 一個經濟非常之重要的一環的交通樞流 這是我一點點的意見 好 多謝玲先生你提的建議 我們現在聽聽下一位觀眾趙太的電話 趙太 你好 趙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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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嘉賓志全 你好 關於資訊文本已經調查出澳門不識字的人口不是很多 澳門15歲以上的人口獲得高中以上學費的人口的比例也不是很高 所以變成澳門人力之以來數量上是不夠的 數字上是不高 所以成為制約了澳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這裡我們要考慮一下 人順一定數量和數字的移民和外高 我覺得我是贏成這個觀點的 確實澳門有沒有人才 澳門是有人才 但是澳門的人才已經應付不到澳門的高速發展 所以我們據問來說應該分開和長遠窮理 為了更把曖澳門發展得更快 而且更加經濟更加穩定 我們必須去窮理這個問題 我自己都提出這個人才 確實我們現在澳門揭發最高的和最低的 這個人口 人力之源 最高就 這個高級 高管理人才 各方面確實我們是極白 最下層不是服務行業 三項行業 很多因為我們現在大學生 過了十年 基本上我們老一輩就走了 大半都走了 剩下的大學生也是大學各方面的學業 當做低行業 他們一般都不會做 這班勞動力需不需要補充呢 是要補充 我們澳門的人是否要補充 我們身體育要過十年、二十年 小孩會成長 成長要求更加高 所以這方面我提出了幾個問題 兩個建議 第一個暫時在低下層面建議我們延長長者退休年齡至65歲 第二個我贊成 吸納留澳學生、優秀人才、留澳發展 我都知道我們學生 澳門有不少學生、大學學生 開了外地特殊 都留在人家當地大陸 或者其他外國都在發展 人家都不反對 我們澳門為甚麼不可以做這件事呢 我都應該和澳門扣連 所以我是贊成的 有得競爭才會有進步 第三個呢 我都可不可以確實 我們低下層學問學員 這個我們又揭霸人才三項 這個是不可笑的 可不可以優先求你 我們澳門永久居民 在內地或者在國外的子女 可以有人才 是專才的 可以的 而且是有一定的技能的 可不可以優先吸入這幫人 大家都是中國人 我們優先是 或者 雖然澳門是五十年不變 但是五十年不變 不但永遠都不變 我們以前是城市和農村是分開的 城市 農村要入城市戶口非常困難 現在是 城市和農村已經在一起了 大家互相要鼓勵的 所以這方面大家要用眼光要遠一點 要心胸要豁一點 我們要競爭才會進步 所謂是這個吸入的人口的資源 我們澳門的雲巾 人口在哪裏呢 以後我們新城規的人口要增加了 又在哪裏拿來 等我們本地澳門人 是沒有可能達到一個人口 但是我們的城市 如果沒有人是發展不到的 誰去光顧你呢 城市會死的 他不會去活的 所以我們人口 我們大家是 這方面是考慮全面的 我們從多方面去考慮 大家就鼓勵我們這個 本地居民來說要向上流動 不要向上流動 要多一些學習的 鼓勵我們的子女 要好好學習 提高自己的技能 提高自己的知識 才要在社會上有個競爭 好 多謝 多謝趙太你的電話 以及你提到的建議 我們聽聽下一位觀眾 蔡先生的電話 蔡先生你好 喂 蔡先生 在這裡 你好 現在到你了 請說 請問問三個字遲 你們住在哪裡 我住在北區 我住在台山附近 有人都知道北區其實交通環境 生活環境非常之悲種 很差 那你們人口優化政策 實行或要實行 那其實落實的區域在哪裡 是不是都是北區呢 因為這裡生活差 所以就把這個政策放在這邊 是不是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繼續去這樣做的話 會不會令北區的生活 是好了 還是差了呢 那為什麼你們不會說 把這些政策放在 就是沖仔啊 路沖啊 南環啊 住在山附近呢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班官都住在那裡 你們班官不會住在我們北區的市民的地方 不會感受到我們這個市民的生活情況究竟有多差 你們有沒有試過四點幾五點 放工時間 放學時間 在這個地方逛一逛 開車呢 嘩 旅遊巴 發財巴 發財巴 巴士 人 垃圾車 做事了 整個北區啊 可以說烏煙瘴氣 那你們實行這些優法政策之前 只有一個說的 那這些你是不是應該先解決了呢 人的生活還沒去解決 那你就說要提高人的人口了 那我覺得 你們是 兇後講白話 人的質素 生活質素 沒有改善情況下 你如何將人吸引去這些地方住呢 如何優化人口政策呢 那這些就是我講那麼多了 謝謝 好 多謝蔡先生你的意見了 我們現在時間差不多 先去港局回來 請嘉賓回應一下 蔡先生提到問題 我想在這裡回應一下蔡先生所提出的問題 主要來說呢 主要來說呢 就是說我們澳門現在 在未來呢 將會有五幅的田海的地 新田海地 這個是中央批給澳門的 容易提高澳門居民的生活素質 那我相信呢 將來這個五幅地的用途來說呢 除了是建造大家很需要的房屋之外呢 也都有很多公共的設施 優點的空間等等 另外來說呢 我們在人口政策報告裡面 也都很留意到整個 怎樣提升 逐步逐步提升回澳門整個的承載力呢 那這個呢 我們又很希望呢 因為正如剛才那位蔡先生講 北區的人口比較囂密 但是最囂密可能都不是北區 最囂密是聖安東尼區都不 但是問題上呢 就是說現在我們的人口的分佈 存在著一些不均衡 是相對來說 正如剛才所說的 就集中在某一些區 那我們很希望將來呢 做到就是說 透過整個城市規劃方面呢 合理地去引導這個人口 做更好的分佈 不單止只是在澳門半島 亦都引導去 在這個 那五幅新的田海地 另外就還有這個 淡仔 路環等等 那如果在這方面 各方面我們那個 交通設施 各方面公共設施 配合得到呢 那我們那個人口的那個 承載力呢 會慢慢會得到提高 那甚至是北區呢 我們都沒有忘記到 因為我最近都經常去北區看的 那我也都看到 了解到北區有些計劃 包括這個 我們沿澳有個新通道 那這個新通道 建成了之後呢 除了是 更加是對北區的居民 提供一個 出入內地的方面 那麼方便之外 它其實有一部分呢 都是解決一些住房啊 還有一些公共的設施的 那麼在這方面呢 也都是有助於改善那個 那個北區的生活環境 那麼所以在這方面呢 這個我想在這方面呢 簡單回應一下 剛才蔡先生所提出的問題 嗯 好 現在時間給阮珍回應一下 之前觀眾有提到那個 交通配套方面的問題 是 多謝支持 剛才 林先生都提到交通方面的問題 其實呢 交通的問題 大家身為澳門都知道 交通的問題是澳門一個 比較嚴重 比較關注的問題 那麼地少人 地少車多 那麼就當然 就是 交通就是 嗯 就比較關注 那麼 其實就 政府都提出了公交優先的政策 那麼 即是 就怎樣可以具體地落實執行 那麼 其實在運報告裡面呢 我們都提到 就說 怎樣 提出了 關於怎樣優化 及完善的道路網絡 怎樣能夠 保障居民的公交出行 怎樣在完善交通網絡的同時 就建議政府呢 怎樣多管齊下 控制車輛的數目 爭取逐年達到 車輛年增長率不超過4% 等等一系列的 政策建議的 那麼可能就需要 具體的政策部門去落實執行 謝謝 好 現在被廉商回應一下 照看之前提到的問題 你好 多謝支持 也多謝趙太太的意見 那麼他都提到 一開始都提到 其實澳門可能有一些 就是在職人士 他未必過 就是教育程度 十分高的 那麼其實在我們人口 政策裡面呢 都關注到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認為呢 其實將來是可以通過 加強一個職業培訓 去和持續教育 去提升我們 在職人士的人口數值 那麼主要都可以從 三個方面考慮的 第一方面就是說 大家都看到 就是博彩業現在 經歷一個健康的調整 會看到 非博彩項目元素 和博彩元素的距離 是拉近了的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就會產生未來可能 更多的橫向流動機會 那麼我們都建議 就是政府繼續去 去針對一些新興的產業 提供多些橫向流動的培訓 給一些職人士 那麼第二方面呢 就是說 就是現在是一個 中心學習社會 那麼我們都是 希望是以一個 構建學習型社會 推動這個 持續教育的 所以在報告裡面 我們都建議 就希望是能夠 就是草以一個 持續教育的發展規劃 那麼第三方面都是 我們的勞工部門 勞動部門都長期做 就是一個 第二技能的培訓 那麼我們都希望 就是說 通過第二技能的培訓 是讓我們的居民 掌握更多的技能 又是有利他們 將來技能提升素質 又能實現一個 向上流動的 那麼補充這麼多 謝謝 另外呢 楊主持人 剛才有一位零先生 也提到 要做這個 做好一個人才儲備的工作 那麼他的意見 我覺得 我們都有留意到的 他的想法 都 我其實都幾認同的 另外 剛才 一位李小姐提到 很多各方面的問題 在山口岸的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有留意到 各方面的情況 不同的意見 我們都很樂意聽取的 好 或者我們現在再聽聽市民的意見 現在有馬生再次 馬生你好 各位好 各位好 你好 我覺得第一件事 政府應該先前調查一下 需要什麼人才 回流什麼人才 我覺得醫生是最重要的 醫生也不加 缺乏很多醫生 那些專科醫生 看專科醫生 護士 專科醫生 或者老師 但是政府應該要做好 就是一留意的價錢 你為什麼太高 回到來 那他住在哪裡 是不是 未必買得起一些樓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 由我開始逐步逐步 我有些朋友和親戚 都是加拿大或者美國回來了 在一段時間 他們回去了 因為他說 很難找他做 你覺得 我覺得 當他在香港 有七百多萬人 做生意飲食的 很多人來 生意飲食 現在我不加多 七十多萬人 當然是多人 或者是好運動 上車又多人 什麼都逼 OK 但是做生意的人 飲食的人 我和我弟弟 都試過開那間餐廳 在世間 晚上七點鐘 沒人來吃 晚上六點鐘 在家裡吃飯 我覺得 好像香港人 人流多一點 就有些機會做 最重要是澳門政府 第一件事應該就是 醫生 但是 你找專業醫生來澳門培訓 怎麼培訓 澳門那些人做 在醫院 樓市要低 交通搞得好 那些人才敢回來 如果賭場 我覺得賭場好像下滑坡 如果你回來賭場找事情做 就下滑坡 那些人有什麼好做 我覺得應該是 政府應該第一件事 要解是需要什麼人 回來澳門 有沒有事情給他做 才就 看那些人回來 如果有人回來 沒有去做 那麼 政府都不行 是不是這樣說 當然 人多好辦事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是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好多謝馬生你的電話 我們下一位觀眾 現在等著 林生在線 林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們澳門的地方是小的 除了人之外 好像沒有什麼任何的資源 應該是 但是人呢 最大的問題是 人多不代表人有用 是不是 那麼 澳門呢 因為過去十幾年的經濟的畸形膨脹 令到現在 一代年輕人全部 只懂得瀉瀉瀉瀉瀉 除了瀉瀉瀉瀉瀉瀉之外 就 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能 那麼 澳門 國家賦予我們的地位 或者遠景呢 就是這個 中澳交流的平台 澳語國家 中國澳語國家交流平台 我想請問在座的三位官員 或者 我不知道 主任是什麼 你除了 中文之外 可不可以用流利的澳文 和人交談呢 或者表達自己的意見呢 我猜是不行的 因為我在 公眾的飲宴場所見過 一個局級官員 一個局級官員 他在外媒 就是外地媒體 訪問的時候 英文有一個人幫他答 澎文有一個人幫他答 證明了兩個人的 英、澎文一定高過他 但是為什麼他做局級 其他全部做技術員呢 這個就是澳門的問題 早幾天 因為賭修十四年跌 開了一個研討會 一次排開全部國內的 國內的所謂學者 國內的學者有沒有資料 我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一個澳門人都沒有呢 這麼奇怪呢 因為澳門人 是不是真的這麼無料呢 我不知道 但是很明顯 就是說過去 回歸十幾年 空轉了 培養不到本地的人才 或者本地人才 沒有上流的機會 所以造成了 開過研討會 這麼大把 全部一字排開全部國內的 是不是 就是說 是不是覺得很悲哀 澳門人現在說有六十五萬 將來發展到七十五萬 是不是七十五萬 都是狹狹狹狹呢 七十五萬都是低技術 低工種 低學 就是低學歷的人士呢 是不是這個值得政府的思索 然後多謝林生你的意見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還有一位林生在等著 現在到下一個林生了 林生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是啊 長話短說 因為我們時間比較有限的了 我想說一下 我想說一下 在遊漢街市那裡吃東西那些 為什麼他們經常都不開檔的 就是好像中午呢 今天也有很多檔沒有開 那麼他 禮拜天休息不要緊 假期休息不要緊 但是他長期都不開 有時候中午開都多一點 但是到晚上呢 兩層加起來都塞不滿一層 你說浪費政府多少資源呢 多少冷氣呀 多少電費 多少保安 那究竟政府那裡是怎麼搞的呢 那些單位去 那些單位空置了 那些單位去 而晚上上去空關關的 好 多謝林生你提到的意見了 我們現在時間都是給幾位嘉賓 總結一下 或者先回應一下 簡短回應一下觀眾的意見 誰會回應一下 好 或者我首先回應 好 剛才有位觀眾就講到 就是他的意見我們都很認同 就是究竟我們需要什麼人才 其實我們在這個人才培養場合機制建裡面 就是建議他開展一個人才需求的調研 是一個長期化系統化的 那首期可能會在博彩業 酒店業 匯展業 零售業 和餐廳行業 會開展一個人才需求的調研 相信在今年內 應該都會有一個初步的結果 有了這個結果 其實是 不論你是生存外地也好 既企業家 人才也好 都可以知道我們將來需要什麼人 或者我再花一點時間 剛才有先生都講到 現在的青年 好像往往都集中在博彩業 其實我們都看到 正如剛才所講 其實現在那個博彩業 已經是博彩元素和非博彩元素拉近了 換言之 就多了很多橫向流動 或者橫向發展的機會 我們希望在報告裏面 其實都很關注這個問題 包括職業培訓 同時就是會通過生涯規劃教育 希望青少年從小去了解自己 了解社會需要什麼人才 從而去裝備自己 最終可以減少職業錯配 實現更快的向上流動 好 謝謝 或者劉朱遠再回應一下好嗎 剛才幾位聽眾 都提了很多方面的意見 其實我們都很留意到 其實澳門將來要發展 一定是人才先行的 澳門沒有什麼其他資源 人的素質很重要 剛才有一位聽眾講到 澳門是比較缺乏一些醫療人才 特別是專科的 其實我們早前在人才發展委員會 都做過一些調研的 我們在內部研究裏面都發覺到這個問題 將來可能專科的醫生也好 護士也好都要多些 這個都是有一定的缺口 在這方面我們覺得 其實就是將來澳門居民來說 要有好的優質生活來說 除了要有高的失數 要提升整個澳門的競爭力 你才能夠有個條件 去實現你的優質生活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一個好的生活來說 是需要你服務人 人又服務你才行的 一個服務人的社會就是這樣的 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 不單止是要看到青少年的需要 我們的長者 因為將來我們的人均的壽命 去到84.6歲 這個很高的 但問題上在這方面 我們不是將長者 作為一個負擔 而是作為一個寶貝 家有一腦 又有一步 我們很希望 能夠無論是長也好 幼也好 在澳門都能夠很開心地生活 有幸福的生活 或者最好的時間 給袁先生再 有沒有補充 其實都是 剛才有些觀眾 都比較關心醫療方面的情況 正如剛才劉主任所說的 人口增加 經濟的發展 居民對醫療的需求是增加的 老齡化 老齡化為例嚴重 當然就會令到醫療 會越來越受到挑戰 所以我們都在報告上提出 如何繼續落實 預防優先的政策理論 如何優化醫療服務的五項件建設 特別安排 那些人 接著我 再來